你現在才算要去這裡70塊 你今天你政府 你國家就有義務來照顧這些 樓頂的 原本是一個美麗的社區 這個為人鐵山中驅禮 看了客棟的九十幾棟樓家 是因應居立於地檔所建的國宅 不過到現在 只要一到晚上 社區的樓頂就完全都不得 是一片暗色色 不然處理危險 也變成一個地安的世界 是讓當地的祖父相當煩惱 這幾百的樓家 當初生有關府 他全讓國宅在三郊管理賣賣 但是年來 國三郊只有賣 並沒有負責管理 當地的立場也沒法問頂報 歡迎樓頂賣得的問題 不過算是一直沒消失 讓祖父的生活品質 是嚴重受到影響 跟國宅說到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他在他那裡就沒有辦法 現在就是 二十幾年來 完全轉轉 像是我們出樓頂 有時候在樓頂 有時候在樓頂 跳電 其實 我有法門 在地的 共同所 經濟 我們的財務 比較短短 所以說我也有幸運 去我們九十三郊 九十三郊 竟然都不理不才 也因為這個社區九十八棟的樓家 到目前幾乎賣出二十幾棟 所以當地的住戶 也沒辦法 共同負擔樓頂的維修 因此向關於元庫所謂 希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在十幾年來 我覺得說各位有產局的一個 賣屋的一個用心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說非常的質疑 因為九十八棟 現在賣出二十多棟 所以我們看出我們幾百棟都沒有人在住 感覺說真的對我們的社區來說 沒有發展的這個 機會 不打緊 反而造成地方的這個 自然上的一個死角 個三郊集出 現在社區的管理是由第三頂公所付出 公所也表示 將會看到快派人來維修路頂 不過社區維修理已高達 也還有七十幾棟也不會買出去 沒有人就要去維修 差不多都生到京北比人更高 這家路頂賣得的事件 不然歡迎出管理上出現問題 這七十多棟放在那七棟的公有財產 也是需要相關單位好好思考的問題 記著書有開 蔡翁報道